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便 今天有夠龐的爐火,今天真的還蠻冷的 喔 而且,我現在在收費山這邊 好,現在是1月12號佰國 現在要中島,那樓潮的溫度,9.4度 油冷油冷齁 來,一樣齁,都想唱歌齁 其實,真的是經歷風光,雨水淋齁 好,我們來欣賞我們的楓葉 帶大家中午散步一下齁 還沒吃飯的就配我的鞭鞭皮 放得很胖 小姐姐的穿著 真的還蠻冷齁 而且風,我們山上齁,其實冷都還好 就是怕這個風啊 這個風啊,開始頭齁 甘苦了這個歌 OK 從我們的大門進來就是松爐啦齁 旁邊就是松爐了 松爐現在綠油油的齁 車邊邊的啊 有沒有,松爐其實開始在轉色了 尤其是這顆,迎風面這顆 首當其衝 啊,風因為真的太強了 叫少爐的真多 想看楓葉,現在這個就是楓葉 來,松爐 松爐楓紅要再等一下啦 差不多還有一禮拜,這裡會比較漂亮 可是齁,它樹頂的地方已經開始在變色 上面已經在變色了齁 這種的時候,其實有陽光的話 一樣很漂亮 去年我們多了石燈籠 然後再加上下面鋪碎石子 比較有日式庭院的氣氛 這樣拍起來很棒齁 尤其你就坐在那顆石頭上面齁 然後腳伸長 然後低角度往上面拍齁 你的腳又長又漂亮 後面的楓葉又美麗 隨便拍都是網美照 那其實今年的風況如何呢 也是要等天氣啦齁 啊,風葉它其實很敏感 它天氣變冷,它就開始變色很明顯 尤其這幾天又濕又冷齁 開始翻譯了齁 嗯 想唱歌的齁,我也想要想齁齁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現在要穿暖暖齁,就是穿厚一點都沒關係 這個角度也不錯 這個角度也不錯 好啦,松茹還有一禮拜開始,漂亮齁 好,松茹欣賞完 我們到去後面,順便帶一些 原陽湖,原陽湖的風況 原陽湖現在差不多被... 落到差不多了齁 這顆先轉色,也是先落葉啦 這顆雲風面先轉色,但是它也是最先開始掉葉子啊 哦,對齁 今天沒有拆果,真的不好意思齁 今天,因為果園的話,其實 我們拆果的話,主要還是 單...欸...考量遊客安全齁齁 下雨天,果園裡面會很濕滑齁齁 啊,容易...容易滑倒齁齁 所以我們都... 只要有下雨的話,我們拆果都會... 暫停齁 那加上,今天風又很強齁齁 風強,然後雨大齁 真的是...抱歉啦 我們的拆果說明裡面也有齁 拆果活動的說明裡面也有齁齁 就是如果天氣不好的話 我們會...暫時... 暫時... 停止拆果活動齁齁 啊,不過我們的銷售部有在販售我們的水果 我剛才有去一趟銷售部 好像被搶...搶劫的一樣齁 康康齁齁 啊,如果真的買不到的話,下午大概 兩點鐘的時候會進 或...今天有到農場的 所以稍微等一下 來,這個是中爐的另外一側 啊,靠近我們的... 這旁邊是豐林雅筑的停車場 啊... 那這一側的枫葉齁齁 一樣,這邊陰風的地方 它還是在轉色 尤其是樹梢、樹頂的地方 都開始去換鞋啦 都在變鞋子 期待期待在一個禮拜 在一個禮拜 這邊應該會相當的漂亮 相當的美麗 那松茹另外一側的石燈龍在這邊 擺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坐在石頭上 然後往後面拍很漂亮 或者是從這邊拍也很漂亮 看這張 這裡開始變鞋子 然後 松茹的長葉峰紅的時候也是很漂亮 也是很紅喔 它不是只有變黃 黃成紅 它的紅有時候也是鮮紅 很漂亮 一樣 我們用一個逆光的角度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它顏色更顯出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拍封面 專拍封葉我可以建議 逆光拍 其實 顏色就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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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風 風真的有點搶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因為松茹這邊 我們路口收費山這邊 是銀封面 我們鎖過鴛鴛鴛鴛那邊 那邊就是背封面 背封面 應該會 風沒那麼強 那一樣 下雨天我們 這個 會 濕滑 就是 要進去拍的話 要小心 注意你的腳步 來 今天我這裡就是 楓林雅筑的住宿區啊 一樣 一樣 小怪的這裡是 要看 這個 驚鴛鴛就是 原養筑 好 原養筑馬 差不多啊 你 來這棵 這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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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啊 好吧 這邊再科普一下 大家都 說三棵五醋 其實 風喔 這棵 三片葉子 也不是三片葉子 它列成三半 這個是風箱 那我們其實在講的風樹 被列為醋樹棵 那是 日本人 黑的 黑的 所以 目前有一些人會證明 就是 其實我們念醋的都是蜂 都是叫蜂 從什麼 蜂喬葉伯 那個蜂講的都不是蜂香 它只是因為它長得像蜂樹 所以它 被命名為蜂香 這個 完全不同科的 那我們講的蜂樹 其實就是現在說的 醋樹科 那 目前也有人把它 更為蜂樹科這樣子 像我們的 青蜂 我們的 掌葉蜂 我們的 洪炸蜂 都是蜂 都是蜂樹 前面 幾長的是 青蜂 這個是蜂香 它因為長得像蜂 所以被命名為蜂 但是 很多人就 三蜂 五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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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可以講一集喔 有 有空的話 再好好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很多 很多 很多人會 對這個名字 非常的 有 有它的 見解和想法和 可能以而傳而也都有 那我們 農場其實就是 盡量取一個 覺得這個比較符合的說法 那蜂香就是我們 奧萬大種很多蜂香 所以他們會說 去奧萬大賞蜂 其實是 蜂香 那蜂香它是 蜂香它需要非常冷 所以 像現在溫度中還沒有不夠 它只會稍微變色 稍微變枯黃 不會變紅 它要非常非常 因為 你看到葉子很厚 葉子非常的厚 它要非常非常的冷 它才會變色 可能吃到零度左右的時候 日夜溫差大概 要到二十度左右 它才會變得很漂亮的紅色 但是 平常都是枯掉而已 所以這幾年 奧萬大賞蜂 就是 蜂香的部分 蜂香零的部分 它都是枯掉 不會變色 來 我很愛的黃蜂 現在拉到差不多了 真的是 一天不見 葉子就掉的差不多了 馬上變成冬天的感覺 有沒有 看起來就蕭瑟 它不是死掉 它只是落葉 它在睡覺 不是死掉 連風向都開始 連這個清風都開始變色 代表這幾天真的 五令 然後 才只有冷的 如果前面沒有追的 一樣就是 我們 清風的葉子很厚 所以它也要相當冷的時候才會變色 那 這是 清風的種子 這就是 清風 它葉子也很厚 要相當冷 它才會變色 那 這是 清風的種子 我們說 像翅膀一樣的種子 所以我們叫 翅果 所以 適合我們山上生長 所以 適合我們山上生長 所以 它在這裡 接著種子 可以 發芽 哦 它的種子是會發芽的 可以種 但是在平地 長不好 這棵 長 長 葉風 哇 這一棵也差不多了 真的 落葉的速度 真的很快 一轉色之後 馬上就 掉葉子 尤其這個 黃蜂 黃蜂 因為這邊 因封面 它 率先辨色 所以 也是 率先落葉 啊 來 往新那上去 這邊就 比較 被封面 所以 就沒有 比較沒有封 不像 峰爐那邊 紅著頭 耶 快點 過來 下這個 鴛鴦湖啊 這邊就是 鴛鴦湖啦 完全 和好天氣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啊 這一 這有一朵 之前拍的 你看 很可愛哦 新 新型的繡球花 新型的繡球花 這朵也真的是撐很久 很可愛吧 那為什麼 其實它長得很小朵 你看我的手 很小朵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錯棋 就是 它不是正 正棋的花 它現在開 其實 開不著是 繡球花在山上 大概是 五月 五月份開花 那 因為這 錯棋的話 我們中期的 所以 比較稀率 哇 垃圾了 你好啊 好 過來 可以看到 呃 這邊 上禮拜 還 還很漂亮的 現在都 落葉落的 差不多啦 啊 還是有 這個 正在轉色的 紫葉風 它 夏天是這個顏色 哦 然後 秋天 開始冬了 變 翻 紅 這樣 吼 這是 很標準的在變色 好吧 差不多的 原陽湖的 長風期 就 差不多到 11月中旬 哦 那 可能 這幾天天氣變壞 吼 所以 它 會 更早 更早 結束 哇 來 最後 到 鴛鴦湖入口 了 還有 四十五歲 還 用來 留意 好 得 多快 我 Aus も 無意 好 得 多快 好 趕 哨 目 妖子 我 得 少 得 少 未 妖子 жизни 妖子 你 從 這裡 啊 沒 人 要 一個 子 妖子 中 女 妖子 哦 天 妖子 那 個 子 妖子 那 妖子 妖子 我 讓 妖子 妖子 這 妖子 妖子 我 妖子 妖子 多 妖子 妖子 渡子 妖子 妖子 啊,這邊很繽紛 請問一下,要繞過去喔,蠻遠的,要繞一圈 圓路回嗎? 不用圓路回,它可以繞到我們遊客中心那邊,很大圈 不用啊,不用啊,哪怕哪怕,差不多 哦,當然,遠洋湖的長夜風也開始變色,代表這幾天真的有冷啦齁 進來,這裏的直夜風都差不多了 齁,差不多了,前兩天還很漂亮的 現在就入口這一棵很繽紛 哇,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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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